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8号 那在昨天在这个国际媒体上 还有中国的媒体上啊 都是有一条消息 说是这个美国在昨天超过了中国 成为全球呢 确诊病例最多的这个国家 狗哥呢 当然是认为啊 这个消息呢 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除了中国人 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政府啊 发布的这个数据啊 其实就是个笑话啊 太假 那任志强发表了文章 公开说这个皇帝的新装 说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其实就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 天天在裸奔 但是呢 还觉得自己很牛逼 那其实这个整个中国呀 在这个地球上 他也是这样啊 有什么样的领导人 就有什么样的国民 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这句话呢 狗哥认为呢 有一些道理 当然了 这句话呢 也适用于美国 但是呢 美国跟中国不一样的是啊 每隔四年 美国人呢 有一次换领导人的机会 领导人不行 就把它换掉 不会让自己啊 和这个国家都一直傻逼下去 这个呢 是美国和中国 很根本的一个区别 那刚才狗哥说了 这个所谓的 美国超过中国 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这个消息本身啊 没有太大意义 狗哥呢 他最关注的是这个消息呢 在中国舆论里引发的反响 大家看这个呢 是中国新闻网的微博账号 他发的消息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是这个16000多条评论 将近34万个点赞 评论里 狗哥是翻了三页 基本上都是中国网民 在恭喜美国 然后呢 就是说呢 这个呢 就证明了啊 美国才是病毒的来源地 是病毒的娘家 这种情况呢 就是让狗哥呢 又想到了差不多 20年前的美国911事件 发生在2001年 到明年啊 就整20周年了 对这个事呢 那中国的90后00后 这些网友呢 可能是没有什么切身的印象 那一年 狗哥呢 还在读大学 印象就特别深 当时美国发生了这个事以后啊 在中国啊 狗哥遇到的这个所有的人 都很激动 狗哥呢 不太愿意用这个全民狂欢 这个词 但是呢 当时的中国人 确实呢 都很激动 很兴奋 觉得这个太解气了 美国呢 活该被袭击 就是报应 当时呢 都是这种感觉 没有人觉得这个呢 是一场这个 属于全人类的大灾难 那么多的美国平民 差不多3000个人 一下子都死了 真的是一场大灾难 很让人难过的事啊 当时在中国呢 没有太多人是这种想法 狗哥在当时呢 可能是没有太强的 这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但是呢 肯定呢 也是感觉的比较兴奋 那911发生之后的第二天 9月12号 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报纸 都是头版头条 报道这个事 但是呢 中国的人民日报 第一眼看上去 完全看不到 这个世界上发生了 这么大的事 中国的宣传机构 认为当时最重大的新闻 应该是江泽民点燃 九运会的火炬 所以呢 这个20年过去了 回想一下 911事件 再对照一下 昨天的新闻 911美国遭到恐怖袭击后 中国人几乎是全民的狂欢 那在昨天 美国确诊的病例 超过了所谓的中国官方的数据 然后呢 在中国的网络上 又是全民狂欢 恭喜美国 所以呢 狗哥就在想 20年过去了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长进 中国人的世界观啊 到底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那狗哥其实是相信这个中国人呢 还是有长进 因为这两天恭喜美国的人 比20年前 欢呼911的中国人啊 狗哥认为呢 肯定是少多了 现在呢 肯定会有更多的中国人 会从这个人类共情的角度 去看现在的这场大灾难 这个呢 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 美国确诊人数那么多 真的是很让人担心 很让人难过的事啊 那我们还能不能做些什么 这样的中国人呢 在中国人里边啊 在中国人整体里边的比例 狗哥呢 是相信的肯定比20年前要多不少 这个呢 就是中国社会啊 不可避免的进步 但是呢 狗哥也要说 这样的中国人 在中国人的这个整体的比例里边啊 还是太少 大多数的中国人 还是仇视美国 将美国呢 当成是敌人 认为这个美国的确诊病例 超过中国呢 是一个大好事啊 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事 狗哥想说呢 这个20年的时间 对于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呀 它肯定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 但是呢 这个呢 也绝对不是很短的 无足轻重的这个时间 大家都知道 这个台湾是在1987年解除戒严的啊 1987年之前 那台湾呢 也是一个一党集权的这个专制的社会 但是废除一党专制之后的20年 那台湾变成了什么样子啊 2007年的台湾已经是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呢 台湾已经是成功实现了这个政党的轮替执政 政局稳定 完全不担心 会有什么政变的危险 基本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公民社会 民众呢 普遍有这个责任心 有爱心 还有行动能力 如果说没有中国大陆这个邻居啊 没有那些个整天喊打喊杀 喊武统的那种声音 那台湾人的幸福指数 是不是会报表 所以啊 这个台湾的时间啊 就让狗哥看到了一个社会 在20年的时间 他能够变化成什么样子 狗哥刚才说了 这个20年的时间 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 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 但是如果说人民足够努力 特别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啊 能够达成共识 能够足够的努力 那这个社会呢 还是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 台湾的实践 不光是狗哥看到了 也是这个全世界都承认了啊 是东亚民主转型的一个 非常非常成功的例子 那肯定会有这个很多的中国网友啊 会很不屑台湾的例子 认为他不能拿台湾 跟中国来对比 认为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口啊 比台湾的多太多 问题呢 也比台湾要复杂太多 台湾的道路呢 不适合中国大陆 然后呢 就对台湾呢 是全盘否定 但是呢 狗哥要说 这些中国大陆的网友呢 为什么不可以转化一下 这种思维的方式 首先承认一下台湾的成功 来欣赏一下台湾 更多的去认真的了解一下 台湾哪些地方做得好 然后呢 中国大陆呢 是不是可以认真的去学习 台湾的这些做得好的地方啊 是不是可以让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呢 会变得更好 在这呢 狗哥呢 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触啊 就是这个观看狗哥频道的 有很多呢 是来自台湾的网友 有些网友呢 平时呢 就给狗哥发email 说狗哥呢 我是台湾人啊 我不认可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呢 我还是经常看你的影片 看你谈中国的事情 因为这个中国是我们的邻居啊 这个呢 是现实情况 是没法避免的事 所以呢 我就必须要了解中国 这样呢 我们呢 才能更好的保护台湾这个社会 这个呢 就让狗哥呢 是很有感慨啊 中国大陆呢 也有很多网友啊 经常翻墙 去看那个馆长的视频 去看朱明轩啊 去看波特王 但是 有多少人是带着这个虚心的 学习的态度啊 是带着要了解这个台湾社会的态度去看的 恐怕是不多 狗哥看到的是这个 大批的五毛战略小粉红去出征 去辱骂 去这个翻墙骂台独分子啊 弯弯死全家 这个呢 真的是让狗哥感到很悲哀的事啊 然后呢 在这个现实生活里 以前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大陆的游客 去台湾旅游 到那以后呢 就看不起台湾 说什么破地方啊 基础设施什么都烂 和大陆根本没法比 台北呢 就相当于大陆的三线城市 和北上广深的完全没法比 那很多的大陆游客去台湾 他们的眼里啊 看到的就只有这些东西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两岸民众思维的一个巨大的差距啊 很多的这个台湾年轻人 很多的这个台湾年轻人 他们一直是在认真的了解中国 想知道中国的问题 也想知道中国的优势 但是呢 中国人啊 普遍不愿意去了解台湾 特别是台湾的人 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啊 他们想当然的就认为 台湾的已经落后了 完全比不上大陆的 迟早呢 是要被祖国统一的 所以呢 当然也就没必要去了解台湾了 这个呢 就是两岸民众思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个呢 也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中国人怎么想的 台湾人呢 都比较明白 但是呢 台湾人的想法 中国人不明白 中国政府呢 更不明白 这个呢 其实也是这个中国政府啊 这么多年来 对台湾的政策一直失败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呢 狗哥呢 要做一个预告啊 明天 也就是星期天 这个我爱问狗哥的栏目 狗哥呢 要分享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的email 他的信呢 写得非常非常的棒 反映了一些普遍性的 台湾人呢 对中国的认知 还有一些困惑 现在呢 狗哥是还没想好 是做直播 还是做录播 但是呢 不管什么形式吧 反正呢 是请大家呀 要关注狗哥在明天的这个节目 那其实狗哥今天的主题 其实呢 是想聊这几天的一个大新闻 就是中国出口到啊 一些欧洲国家的病毒检测试剂 出现了严重问题的这个事 但是呢 这个刚才台湾的话题呀 说的有点多啊 呃 那现在咱们就言归正传啊 说一下这个病毒检测试剂的事 毕竟是人命关天 但是呢 偏偏是中国制造的病毒检测试剂 出了问题 那首先是杰克 在3月23号 杰克的媒体呢 是报道出 这个杰克呢 他专门派这个军用飞机呀 从中国的深圳 运回了15万份的 中国生产的病毒检测试剂 但是呢 在一个医院试用了五天以后 结果呢 发现这个检测的错误率 高达80% 那杰克的医院就表示 这么高的这个出错率呀 真的是没办法再继续用 所以呢 就放弃了这批检测试剂啊 要回到传统的比较慢的那种方法去检测 那媒体报道以后 这个杰克的政府官员们也进行了回应 包括杰克卫生部的副部长 还有杰克的副总理 他们认为呢 可能是使用这些试剂的方法啊 不正确 那这些试剂的错误率呀 应该是20%到30%啊 不会有80%那么高 这个呢 是首先发生的杰克的事 然后呢 在西班牙又出了类似的事 26号 有西班牙的媒体呢 是报道说 西班牙的这个好几家的医院都用了 从中国进口的一款病毒检测试剂 原本这个检测的有效率啊 应该是在80%以上 这个呢 是厂家的宣传 但实际上只有30% 所以呢 西班牙的这些医院呢 也放弃了这款试剂 那生产这个试剂呢 是位于中国深圳的一家叫 益瑞生物的这个公司啊 这个公司后来回应说呢 可能是西班牙医院的使用方法 不恰当 但是呢 这个公司呢 他也同意啊 为西班牙的更换试剂 已经运到西班牙的那批试剂啊 不用了 不要了 要更换一批新的试剂 那大家知道 西班牙是这次全球大流行的重灾区 死亡人数呢 也超过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数据 那人命关天的事儿 中国公司制造的病毒检测试剂有问题 是不是很可怕 狗哥呢不知道啊 这家中国公司愿意为西班牙更换的新的试剂 西班牙的医院还敢不敢用 然后呢 在昨天又有媒体报道出来 土耳其也发现中国制造的病毒检测试剂有问题 那跟西班牙不一样的是啊 西班牙的医院 他已经是大规模的用过深圳这个公司的试剂了 然后发现这效果很差 但是土耳其呢 他是还没有用 他只是呢 从中国呢 拿到了一些这个试剂的样品 来检测一下效果呢 到底怎么样 结果就发现准确率呢 只有30%到35% 然后呢 土耳其呢 就果断放弃了 从中国要进口更多的试剂来用 这么低的准确率 人家当然不敢用了 对吧 那捷克 西班牙 土耳其 连续有三个国家都发现问题 认为中国制造的这个病毒检测试剂不灵 准确率都只有30%左右啊 甚至说是20% 那狗哥认为这个呢 已经是没什么可辩解的了啊 中国制造的这些检测试剂 它肯定有问题 大家呢 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媒体 在二月份的报道 当时呢 包括王晨 包括武汉的一些医生都确认啊 核酸检测的有效率 只有30%到50% 那所以这个中国国令的情况 跟这个捷克 西班牙 土耳其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 大家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制造的这些检测试剂 不管是在中国国内的 还是出口到国外的 都是有问题的 那这些检测准确率很低的试剂 会在大规模的这个实际的应用里 会放过去多少带病毒的人 对疫情的扩散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大家呢 就可以想象了 现在呢 大家再来看BBC的一个报道 是关于韩国应对这次疫情的 里边说呢 韩国用的检测试剂的准确率 是98%左右 那对比一下 中国制造的试剂的准确率 只有30%左右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是为什么 中国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到底是韩国应该抄中国作业 还是中国应该抄韩国作业 那捷克 西班牙 土耳其 这些国家 为什么都要从中国买试剂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制造的这个试剂便宜 价格低 但是呢 这个连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 叫便宜没好货 这个呢 就是中国制造的一个最大的卖点 最大的特点 那你平常生产便宜货 用便宜货 可能没太大问题 问题不是太大 但是在现在的这种紧要的关头啊 狗哥必须要说 那生产这些便宜事剂的 其实啊 就是谋财害命了 如果有人说中国制造有毒 那么请说这种话的人 不要戴中国制造的口罩 不要穿中国生产的防护服 不要用中国出口的呼吸机 以免他们染上病毒 最后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 点赞评论 或者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